这两天美国国会就南中国海问题连续召开了多场听证会 今天下午就有一场听证会在美国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举行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人在听证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思洋 思洋你好 好 平章 思洋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场听证会的议题是什么 另外议员们关注的主要内容和专家的建议都有哪些呢 好的 这个一个小时前呢 那个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呢 刚刚结束了就南中国海仲裁案 南中国海地区的外交和安全问题的听证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亚太小组的主席他就对仲裁案之后 各国在外交方面的进展呢做了回顾 他说那个中国的外交努力 让那个东盟国家对南中国海仲裁案的那个回应呢非常的谨慎 而且菲律宾总统也有那个反美的言论 他就问那个作证的专家 他说南中国海对我们有多重要 为什么我们美国要关注南中国海 就如果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作为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有一个议员的观点 我觉得应该可以提出来 可能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 他就说的是 这是国会的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 他说南中国海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小题大做 特别是美国的国防部 他们把这些南中国海的岩礁看成了大山 他说相对于南中国海的岩礁 然后朝鲜问题 巴基斯坦和恐怖主义对美国来说是更直接的威胁 不过那个作证的专家们呢 他们就有不同的解释 他就说这南中国海的问题其实不是岩礁问题 是战略问题 是关于美国的领导权和美国的可信度的问题 是关于国际法和准则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建议美国就说 应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展示更大的这个决心 比如要继续那个自由航行行动 还要那个加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这个军事力量 然后使得美国的盟友能够担负更多的责任 然后他们还提出有两个重要的这个条约和公约 美国就应该得到批准的一个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这样的话美国就更有底气在指责别的国家 要做出符合国际法的事情的时候 这样呢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 就要批准那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 然后他们提出的一个专家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如果美国在现在很有优势的时候 不展示自己的决心 那么坐等中国强大了 那么美国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所以最后那个亚太小组主席的总结就是说 中国的力量在扩大 然后美国应该现在就做出回击 否则将来会做那个付出更大的代价 好的谢谢四扬在听证会现场带给我们的观察